盘点一下 原神玩家们在萌新时期一定有过的沙雕操作 别说你没有 第一 四十五度角看天空美丽的白云 首先 我先声明一下 我霓虹君本人从未做过一下这件事情 这都是我一个朋友所做的 如果我做过 直接天打 天打 天打 买一把天明打刀 在刚玩原神时 相信很多男性玩家们 会被其高画质和漂亮的小姐姐所折服 从而摘掉其现实中的伪装 化身为一头禽兽 在选择自己喜欢的小姐姐后 直接将视角拉到四十五度角 抬头望着美丽的白云发呆 啊 这 只说实话 也太他喵的猥琐了吧 啊 受不了了 不过还好 可恶的米哈游早就一身视险 预料到广大老色P们会有这种操作 所以当视角拉得太高时 会直接隐藏人物 以防止这群恶魔们 做出更过分的事情来 啊 当然玩笑归玩笑 霓虹君呢 在这里还是不提倡这种不文明行为的 即使是游戏里 也尽量不要做出这样的事情 特别是在现实中 一定不要效仿游戏 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来 因为 女孩子们可需要我们好好保护的呀 第二 老年人散布模拟器 众所周知 原神作为一款大型开放性世界游戏 地图那可是大得很 一些玩惯了MOBA类游戏的玩家们 刚一踏入提瓦特大陆 就仿佛进入了曼妙的桃花园 根本不知道怎么玩 然后任务也不接 也不做 就在那疯狂探索美丽的世界 诶 这里是什么地方 好漂亮 啊 那个花花好好看 多拆几朵 不然以后就找不到了 诶 这个建筑又是什么 好奇特呀 诶 它还会动 很通灵性哦 有没有中招的可热门 点个赞不过分吧 当然现在玩久了之后 还是挺怀念当初那种 对这个世界 充满无限好奇心的时光呢 经常玩着玩着 不知不觉 一个下午就过去了 那个时候 才是真正的在玩游戏 而不是被游戏玩 现在 基本成了原神打工人啦 天天基本就是刷剩余物 刷材料 生技能 生武器 转摩拉 等等等等等等 真的累死了 但是如果努力有回报也还行 关键是 努力也没啥回报呀 现在这剩余物也刷不出来 抽人物也总歪 摩拉更是花得如流水 已经毫无玩下去的动力了 唉 现实中打工都已经够辛苦了 想着玩个游戏消遣一下吧 结果他们要的还是在打工 缺你呀的吧 第三 化身偷渡人 在刚开始玩原神时 看着满屏的黑地图 有些强迫者们 难免会想一下子点亮所有地方 特别是有看到过朋友玩的人 也想获得同款大屏高清地图 于是呢 就踏上了一条偷渡到期的不归路 一般呢 都会选择凯亚这个 人人都会有的渡河使者 作为首选角色 然后呢 就 就 就开始了无限一一一一的快乐时光 按了一个下午 意见都被我给按烂了 这样做呢 一般会出现两种结局 第一种 好不容易偷渡到一半 结果 一个失误一枚跟上 然后直接摔手机 暴跳如雷 第二种 就是在你终于费尽清心万苦 自以为要偷渡到大到期时 结果 突然天空雷声大作 然后屏幕一黑 不知怎么的 就直接给你遣返回来了 高买的手机 再度被摔得起巴了 所以呢 这里也建议有这种想法的萌新玩家们 还是老老实实的 做任务解锁地图吧 慢慢品味这款游戏 才能获得双倍的痛苦 双倍的快乐 偷渡 答案没有 好了 那既然讲到了渡河 下期呢 会出一期渡河能力最强角色大排名 看看你心中最强渡河人物 是否在榜上吧 最后记得点赞关注尼虹君哦 我们下期见